誒 城市被燒死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冠冠耶 歡迎來到我們麥克風遊生存第84集 那我們下一集就是莫名其妙被丟到這個 我查好這個名字了 這個名字 誒 這個箱子竟然也會滑動誒 誒 滑動一下 誒有沒有 這個箱子竟然在冰上也是滑滑的 那這個工作台也會滑滑的嗎 滑滑的 誒沒有 工作台竟然沒有滑滑的誒 怎麼會這樣 只有這個箱子滑滑 你看滑下來了 那我稍微查過一下 維基百科上面是叫寒洞海洋 但我個人比較喜歡叫他寒冬海洋 好像比較好記喔 因為他是寒洞海洋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其實這個地方沒有什麼雪地 只有那些冰柱 那也不算冰柱 冰山吧 冰山上面有雪喔 那我們今天呢 誒 剛到這邊來玩嘛 那我們就 就 想辦法先蓋一個家好了 那我剛剛自己私底下有先玩個五分鐘喔 發現 這裡幾乎沒有東西可以讓我們來做房子喔 因為像我們後面這個冰磚啊 甚至是比較後面一點那個藍冰有沒有 後面那個藍藍的那個藍冰喔 這些東西都是要有四頭之處搞 才有辦法把它挖起來的 那我們就尷尬了 只能拿那個冰山上面的那些雪喔 來蓋個雪屋好了 誒 讓我上去讓我上去 哇哇這個有點艱辛喔 拿個木頭 可以 在這種極地氣候裡面生存阿 真的是 非常的困難阿 這我覺得是目前最難生存的一個 一個地形 摔一個差點沒命耶 哇尷尬了 你看我們現在完全沒有辦法那個 先吃個蘋果 都吃一吃 而且好像沒辦法補到血喔 這個麵包應該只有兩格 兩格半 再來一點這個 這個腐肉應該可以吧 可以 為什麼說這裡是最難生存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根本就沒有木頭 你看我們還要到附近 那麼難得的島嶼上面 才看到幾棵樹 而且這裡要取得食物也不容易喔 我目前唯一想得到取得的方式 除了我們種那個小麥之外 應該就只剩下 海裡的鮭魚吧 喔 壞掉了壞掉了壞掉了 壞掉了 那壞掉我們就趕快先回去好了 剛剛挖的那些 哇竟然就有52個 那先做一個簡單簡單的小雪屋好了 我們稍微可以駐紮就好了 3個應該夠吧 有什麼坎坷啊 這裡可以七身一下 可以喔 這樣子我們也不怕有業魅喔 而且 完全不能插火把喔 我們只要插火把 下面那個兵就融化 我們就掉下去了 只能用這個樣子 稍微來照亮我們家了 那我們現在除了等這個長大之外呢 我們可以下去打一點鮭魚 啊那邊那邊就有鮭魚了 來來來 欸我先做那個斧頭好了 現在我們攻擊力最高了 就只有斧頭了 這個攻擊力有7喔 喔 這邊竟然 伸出這個 他手上那個有附魔的欸 該不會他那個附到絲綢之處吧 欸欸欸你怎麼掉下去了 喔喔喔喔喔 不可以啊 他如果變成沉屍的話 難道他就會拿武器了嗎 欸他好像還不是沉屍喔 你還不是沉屍欸 喔唷喔喔喔喔喔 沒有沒有空氣沒有空氣 完蛋了完蛋了 喔喔喔喔喔 上面是冰 往好處想我們的鞋也補滿了 在這裡這我的東西 哇那一隻沉屍真的有拿東西欸 欸欸欸不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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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讓我上去讓我上去 欸欸 我怎麼上去啊 到底哪邊是水啊 哇這都是冰欸 這個位置 啊隨便隨便挖開 隨便挖開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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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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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快點 哇哇馬蛋打我 為了逃離沉屍的追殺 蛤在水中尼壁 沒想到一口氣死了兩次 這個冰山生存到底什麼情況啊 這種有挑戰性的事情 我最喜歡了 沒想到在水底下面看這個冰 完全看不出來 哪邊可以上去喔 欸就是你 最回禍的手就是你 我們先不要先跟他打 先不要跟他打 先把他引出來喔 不用你的鏟子 有了 喔沒有 哇阿放也忘去 欸那邊有一個那個勒 這個是那個岩漿塊喔 這個岩漿塊那個應該是遺跡吧 我們先來看這個岩漿塊 哇 欸這個岩漿塊應該可以 讓我在這邊呼吸 欸怎麼有三叉戟的聲音 有沒有有沒有 不要不要不要 在哪裡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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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哇我怎麼可能打得贏他 而且 我現在正在扣血喔 沒有血了 不可以 我被 我被城市刺穿了 而且他現在正在被打呢 我們再回去剛剛那個地方 那個城市現在被吸住喔 是不是他會掉他的三叉戟出來給我 欸他 他好像 他掛了是不是 喔他掉了一個鸚鵡螺殼 好吧 掉了一個鸚鵡螺殼也是可以的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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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站在這個上面 先回一下 來看一下這裡面有沒有什麼寶箱 欸這個這個這個 來這個都拿走 喔還有修補的釣竿耶 太幸運了太幸運了 喔又沒氣了又沒氣了 這個這個岩漿塊我們一定要帶走喔 我們這邊這個是海帶對不對 來 這邊這個海帶喔 讓我們帶一點回家好了 第一次拿海帶 喔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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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雷 這裡打雷不就代表我們家那邊 應該會是下雪的狀況吧 真的真的真的 喔我們這邊就下雪了 先把剛剛拿到那些海帶乾喔 欸不海帶 全部都看能不能種一種 旁邊有那個殭屍出生的聲音耶 依我的經驗啊 我們剛剛下面聽到有殭屍的聲音 我覺得下面應該會有洞窟喔 不然我們下去看看好了 我們要積極的求生喔 不可以在這邊坐以待斃 來吧 有沒有有沒有 這裡都是殭屍的聲音喔 這附近這附近 好好好就這裡耶 就這裡好不好 在冰山下面的礦坑 這邊這邊這邊 喔喔喔喔喔 這邊是什麼礦坑嗎 欸對了是廢礦耶 是廢礦 哇沒想到這邊就有廢礦啊 太太幸運了 可是我現在 我現在到底要怎麼打敗那隻蜘蛛 然後進去 來我們拿釣竿 把它釣出來 釣不出來 這個這個這個會往上浮喔 我們把這個岩漿塊拿過去一點喔 來岩漿塊 速度速度 岩漿塊放在這裡 打他 打他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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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 來插一個火把 在這裡就可以多收集一點石頭 哇先稍微做一點那個道具好了 哇那邊有鐵那邊有鐵 今天的目的就達成了 只要拿到它的話 下去應該不會有怪物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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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怪物沒有怪物 我們先不要亂跑 先把這個鐵挖走就對了 這邊這個 這個狀況也很不妙 走開走開 爆爆爆爆爆 對對對對對 爆炸了爆炸了 喔漂亮喔 炸這一下好喔 全部都安靜了 今天只要有拿到鐵 我們就可以了 就OK了 沒想到下面竟然是廢礦啊 這樣子運氣 我們的運氣還不錯 看來天還沒有打算亡我喔 我們今天還可以 可以再燒出一點鐵 拿出一點鐵裝出來喔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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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的心臟突然 差點停了 來我們先做一個熔爐出來 先燒啊 趕快燒 不知道我們的鐵 鐵在哪裡啊 在這裡 不知道我們的鐵都燒一燒喔 首先 我們要先做出一個斧頭 這攻擊力就高了 這攻擊力就久了 然後再做出一個盾牌 這邊好多那個 枯弓的聲音 該不會在隔壁吧 唉唷唉唷喔唷喔唷好多喔好多喔來射他射他 把他射死就會有那個了喔 就會有那個 那個唱片了 給我唱片吧 OK啊有機會喔 這個機率很大喔 走開 看一下 有沒有唱片 欸沒有欸 沒有沒有沒有 而且還有一隻枯弓喔 走開走開 再打他 打他打他 再來 可以可以可以 喔這裡是空的 這個是 欸真的有呢 C418-11 喔這新的唱片 而且是爛爛的喔 真的拿到一張唱片了 那我的目標是要拿那個鐵喔 我們先做出一支鐵稿 然後再做出一個 先做兇好了 剩下三個 哇三個 我應該有燒好了吧 沒有了 剩三個喔 那就兇兇先穿上去吧 我們直直的從這邊往下開挖下去好了 來吧 這個鐵稿的速度就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終於 喔這裡這裡這裡 喔喔喔這什麼 這什麼地方啊 這個是一個洞窟耶 有洞窟了各位 有洞窟就有局了 就一定會有很多鐵啊 說不定我們還可以找到鑽石 但是我們今天先拿到鐵裝再收喔 這邊有鐵了 哇哇哇這邊可以這邊可以 直接看到一個裸露的兩塊 兩塊鑽石耶 哇哇哇哇 來來都挖走都挖走 這裡有這麼深嗎 這裡 喔這裡已經挖到十一了喔 一天來廢寬就挖到鑽石了喔 欸欸欸走開走開 下去下去下去 下去 不要打我 不可以打我 不可以 火化了 直接火化了 OKOK 這邊挖一挖就一定夠我們一整套鐵裝了 喔終於回來了 回來這個 這個熔爐也不能隨便亂放喔 我們把它放在高一點的位置好了 就放這裡 那我剛剛挖到這個48個鐵礦喔 哇還有一些鑽石 這個鐵礦一定就有辦法 可以了可以了 一定可以弄出整套喔 這樣子看起來是稍微有一大進展了喔 而且我們不僅有了房子 現在又有鐵了 而且發現下面有一個廢棄礦坑耶 而且剛剛在看那個海底的遺跡的時候 竟然有看到這個吊桿喔 真的是非常的棒棒 這個吊桿呢 最厲害的就是 它竟然是修補喔 所以永遠吊不壞 那我們就拿這個修補的吊桿 我想說你要對我做什麼 就拿這個修補的吊桿有事沒事 我就可能會掉到一些什麼好的附魔書 我們再趕快拿來用直接越級打怪喔 加油加油加油 一定可以渡過難關的各位 那我們這集的影片內容 差不多就可以到這邊做一個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內容 不要忘了在下方點個喜歡 那如果想要持續觀過我 最新發布的影片 那就訂閱我吧 那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給你 覺得會喜歡 極地生存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來來來來來 第一個第一個 北極熊是可以騎的嗎